新北市三峽區中原國小三日舉辦二十周年校慶 開場由校內的學生們帶來精彩的舞龍表演 中原國小校長黃孟慧表示 學校從創校開始就開始推廣民俗記憶表演 舞龍隊在各項民俗記憶賽事中成績不菲 本次校慶的舞龍隊由教師、校友及學生合組舞龍隊一同表演 那我們中原從創校就開始有在推廣我們舞龍的一個表演 還有棋隊的表演 那目前學校還是有舞龍的社團 是由我們的我們的總務主任 陳敬華陳主任來擔任指導老師 那過去我們舞龍隊在各個民俗記憶的一個比賽 都得到很好的澄清 那各個團體也常常邀請我們中原國小的舞龍隊去做表演 那今天就是特別結合小朋友、校友和老師 我們三種的身分 還有曾經在中原國小服務的老師也回來一起舞龍 那就希望說我們的小朋友繼續傳承一個這麼棒的民俗記憶 因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新北市各層級的射箭校隊也是中原國小的校友們 回到母校大展神射手的功力 同時更邀請到奧運射箭國手湯志軍 吉雷千穎 兩人將位於三樓高的標靶精準命中 讓現場的學生家長們看見奧運等級的射箭功夫 兩位選手請射擊 黃孟慧表示為了歡度二十週年校慶 今年推出了二十週年紀念商品 由國手湯志軍幾雷牽引單剛主角出版的年曆 以及其他的紀念商一集文具用品 只要購買年曆就可以和現場的國手們合照 今年特別就是透過我們學校老師的設計一個 中原二十週年的主題logo 來發想出來很多的創意的文宣紀念品 那其中有一個紀念品很特別是由我們的國手湯志軍跟雷千穎 和我們動物園的動物明星一起拍攝寫真 我們出版了一本雙年曆 那今天來做一個紀念品的販售 那有滿我們年曆的小朋友或來賓 就可以跟我們的國手一起來合影留念 不管校慶現場下著小雨 但是校方精心安排的各項表演 依舊讓現場的學生及家長們驚呼連連 記者李根基 新北報導